大家好! 我们依法行政行政,然后让人比的权利受罪 那,阿盖这个案子其实,单纯的不得了 你蓋80吧,本來就要第七頭的 現在台風來了,把整個村子毀掉了 所以你要怎麼辦?你剛剛重建啊 照料的結果就是設計出一個 剛剛大家有看到 就是這樣的一個一層樓一房一廳一位的 十七坪的一個房子 部落一戶有人最多的人口數是到達十幾個人的 那到底這樣一個十幾個人的房子 十幾個人的一個大家庭要怎樣塞在一個 一房一廳一位,然後十幾坪的這樣的一個家裡面 那立台風,政府完全沒有輔助是不是? 沒有 完全沒有,政府就讓他們去死就是這樣 沒有,我們幫他弄到組合物器 這是我們用災害整備進去做的 那為什麼八八風災有那麼多的錢? 為什麼那愛立台風就完全沒錢? 這是政府沒有特別條例啊 針對愛立台風沒有特別條例 原民會員告訴我說 他們對這件原民化環球沒有變任何的運算 在過去所有的前存案或災後重建案 政府一律標準只補助20萬 其他的政府到底去貸款去成建房子 但是經歷這麼多年來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原住民之耐力有限 在九二九年也就是說我們主委上台之後 就這之後一直跟行政院去爭取 說告訴他原住民地域特殊的情況底下 我們是不是能夠提高補助的額度 所以其實我跟林副局長一直在擺脫主席單位 包括行政院的消難 我們一直我們爭取了很久 終於行政院搜尋了 他提高補助到50萬 他現在政府配合一共30萬 到了80萬 否則按照以往的慣例就是20萬 到目前為什麼都是20萬來出 今天就是說因為你們的這個80的燃砂壩 造成這整個一個部落的完蛋 那水利署是不是應該撥一些經費去爭取 80壩在96年9月分開了 當然剛才主席問到說 我們有沒有也行的檢究 或者是我們都有持續在做的 所以我剛才講的96年分開以後 造成這個 所以我們認為說這個沒有直接的關係了 當然剛才主席也提到說 這個將來要再調查 我們有沒有折留 我想這個不再持續在進行中 那對於這個剛才的訴求第4點 我們今天都說 如果我們通過的通過 其實我們就應該 應該持續的協助這個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是在 現在我們就這樣 我們現在我們不得全的 明亮協助我們造化的 那既然80萬 他們也找到建築士說 可以來協力造屋 而且可以造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想要的一個家 那我不曉得說 這個部分為什麼回房 協力造屋就是說 都是中級屋組合檢疫 以協力造屋以工代正 每一戶要出三個工 一百工可以做出移動防治 然後部分如果說沒有身體會比較差的話 由自工來協同來完成這樣的工作 所以說這個材料的部分 完全由我們市長會提供 所以說在這個就沒有用到我們 採過法的相關的規定 我想說這個是在台東的這部分 我想這個資料我也帶過來 所以說這部分要我們拿材料給他們 然後他們要自己去施做的話 就叫做協力造屋 我不懂為什麼我們已經是災民了 還有一個上限 為什麼還要用上限去制定這個東西 告訴我們說可能不到50萬 那如果有些人因為你們的條件 結果到最後我們連80萬都湊不到 那請問你我們要怎麼蓋一個房子 我搞不懂 去年圓民會就已經告訴我 八月份的時候 他就已經告訴我在跑行程了 他說跑完整個公文的行程之後 就已經確定 可以透過圓民會借給縣政府 縣政府當我們的寶人再借給我們 那個副局長 你應該不可能說沒有 一月份我們在公所開會的時候 你告訴我們說 那個一百萬已經流標了 所以我會再加二十萬 然後用一百二十萬去招標 結果後來二月十四號 我們去開會的時候 那個英靈他們也都在 那個跆拳會 又說我沒有說要加二十萬 我是用一百萬重新招標 更改了裡面的一些的項目 然後到了三月十四號 又告訴我們說 沒有一百萬 只有八十萬 而且還是上限 那我要問你們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都在騙我們嗎 我們都有錄影存證 如果你們要看的話 去年用那個愛心物資發發的一個會議 來開簽見會 然後我們要求你們說 這是愛心物資發發 為什麼要講簽見的事情 你們還不高興 還告訴我們說 大家都來了 這現在開一開就好 那一天我們都有錄影存證了 如果真的大家要拿出來講的話 不要騙我們 到底現在能夠做得怎麼樣 我們沒有要求政府要幹嘛 我們只是想要有一個 就是適合我們居住的家而已 可以送你 呀 你 要 實際上 那些事 你 應該真是